為了為美麗海花 一間耍栽在地十分觀光工場 跟一個民間團體 在將民間區耍栽域 馬桑柯進行整灘瓦動 邀請民眾來海邊的客戶 大家坐下來同時 海有生態和環保的問題 為了萬求台灣美麗海花山 十分觀光工場全都將 民間區耍栽域馬桑柯 基本整灘瓦動 主辦單位表示 主辦本社大部分是 人類製作出來製作品 沒辦法自人消解 還讓海洋生物受害 台灣合格的本社領 也就是全球白名最好將的 可能有部分海洋本社回落在賣 但其實大部分都是台灣民眾 自己製作出來 台灣就那麼大 再這樣下去 台灣的水自然和海洋自然 就讓本社的物量蓋上去 今年其實是因為夏天的關係 我們每年到夏天的時候 大概到七八月的時候 我們會辦今年最後一場 接下來大概就是秋天了 我們才會辦 那因為天氣很炎熱 還是注意到大家的安全 其實我們公司是希望提供一個平台 主要是因為其實大家平常 如果一個人來撿也沒什麼意思 透過這個平台讓很多團體 一起來關注這件事情 然後大家結合團結力量大 因為海域這麼大 大家其實一起做會比較有成就感 然後其實我們發現有很多 不管是公司的同仁 還是我們一起爬山的朋友 還是網友 其實他們都有一個很好的想法 就是會帶著孩子一起來體驗 那這個對我們下一代的教育是 對這個環境的保護是 我覺得很有幫助 參與外長的中秋科技大學校 有想表示 在本社當中有很多都是 屬家裡的東西 在屬家製品非常難崩潰 就算說崩潰了 也是對土地沒有優先的生存不值 經過順序的優先的建立任何之內 因此海洋本社危害 比一般民眾最上的一個大很多 科學家甚至在地 求最新的海溝裡面 有創造的優先 也就是說物量 以及全球生的問題 民眾一定要來重視 這個環保大家都知道 但是我覺得作業不如其而行 其實我蠻認同優格平安的一些團隊 雖然好幾個月才一次 但是我覺得每次來 我覺得那個心境都不一樣 最主要來的目的是看到 有哪些垃圾 哪些垃圾最多 尤其我們發現的塑膠類蠻多的 還有吸管 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覺得說這是 沒什麼事 可是我覺得這很重要 塑膠本身它就是化學的東西 化學東西如果到土壤裡面 可能會產生的一些 我們常講重金屬汙染 對 或是現在是塑膠的東西 本身裡面只有化學成分 到土壤裡面搞得 土壤會變酸化 海藥是不會有生命的藥 而且台灣素餅都是海 民眾更應該注重環保 不要跟本社親採蛋 如果不夠頭來 營養的也是人類自己 新中華新聞致命 蔡宏布登 現在是水瓶 我們可以做的 我們可以做的